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无人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大圆满前行》 《大圆满前行》当中我们前面说过 共同加行 不共加行 还有修持真心 就是切经往生法 总共分三个方面大科判 从今天开始讲往生法 看来我们后面也不多 应该会不会真的圆满结束 以前担心讲前行讲得比较广 发心人员会担心中间半途而飞 所以我本人也会比较担心能不能讲完 第一个是我讲《入行论》的时候也有这样的 这个生命无成都有这样的感觉 但现在看来前行后面还不多 希望我们前行应该讲得比较三十三种 今天开始讲往生法 讲到往生法对每个人来讲应该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座的人不管是信佛教 不信佛教 都是没办法超虑生老死病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最好有一种像往生法这里面所讲的那样的境界 有了境界的时候 那么我们谁都是何时遇到死亡都不会害怕的 所以我们修这个法也是对大家来讲是各位的重要 下面第一个讲 华智仁波切先对自己的传承根本上是 就是住礼战举当中是这样说的 尤为悲悲悲愚昧之众生 尤为摄受罪业深重者 尤为善巧调佛 尤为善巧法调难化众 无等上师诸下我请您 这里面讲到了上师的不公的功德 那么他上师的这些功德在这个宗族当中 从三个方面来说明的 第一个是他的根本上师如来亚尊者是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他对众的来讲所有的众生 所有的生命非常的悲悲 悲悲悲 尤其是在我们世间当中 不知取舍的那些愚昧 愚痴的这些众生 特别可怜的那些极其愚蠢的 这些众生更为悲悲 我们一般世间人来讲可能比较喜欢 有能力的 成功的 或者有才华的这些人 而看到了那些笨笨的 或者非常愚昧的 这些的时候谁都会讨厌 不会理他们的 本身我们在众生当中 这些都是很下等的 但是他的上师看见了那些愚昧的 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比如说相续里面有邪知邪见的 或者行为上师不如法的 极其愚笨的 我们周围也经常有一些 特别愚笨的众生 这些之类的众生 他特别地要去慈悲地 去摄受他们 去慈悲地对他们关爱 然后又特别爱摄受一些罪业僧众的 比如说在入别解脱戒当中破根本戒 被僧众开除的 或者在密承戒当中 也是烦恼根本誓言的 菩萨戒当中也是烦恼根本学出的 这些人因为自己的烦恼僧众 无有正知正念等等 以各种原因来在世间当中 也造了极其严重的罪业 同时我们在世间上造自性罪 比如说造无无间罪 杀生邪淫等 施不善业的 像这些在世间人 一般来讲 特别罪业深重的这些 也特别地摄受他们 当然摄受上师也并不是 超越我们一般的别解脱和密法的 一些规矩来摄受 他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摄受的 并不是破根本戒的人 因为他慈悲摄受 一定要在身传的戒魔仪轨当中 去摄受 不是这样的 但只要用他的悲悯心 慈悲心 没有放弃他 也有办法摄受他们 对他们进行传讲佛法 或者相应的一些 三巧方便法来度化他们的 还有特别地取什么呢 有三巧方便方法来度化 刚强难化的 难以调化的 这样的众生 很多人方法都比较强制性 或者是一种比较 没有灵活性的 真正的一些佛菩萨的化身 有些上师对每个众生的根机 他有不同的需要一些方法 那么他的上师 每个不同的戒性 不同的根机 不同的意乐 这些众生面前调化 示现种种方式来 当然我们可能比较抽象一点的话 可能在旁生面前 以旁生的方式来 那么饿鬼众生面前 以饿鬼的众生 以显示种种身体来度化的 从我们一般的凡夫人面前 有些法师和上师特别三巧方便 比如说你同样讲两堂课 但是他因为有三巧方便 所有的人心 他可以能欢喜 但尤其因为自己的三巧方便不够 虽然心是很好的 但是你采取措施的方式 有时候经常比较呆斑 比较失斑 这样以后很多人反而误解 甚至产生邪见 也有种种情况 所以真正的一些上师 他们的确也是特别 其实三巧方便是真的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像度化众生 你可能所接触的人是方方面面的 不一定是所有的人都是 清净戒律的 有学问的 有智慧的 不一定这样 你要所接触的时候 尤其是刚开始 你要摄受一个弟子的话 那么这些人什么都可能不懂 有些甚至他犯错误的 律教不改 一而栽 栽而散的 也经常犯这种老毛病 但是有些上师 他有一些方便方法 一定要有一种 三巧方便方法来怎么样 或者说有一些寂静的方法 或者有一些愤怒的方法 并不是一句话一道两端 哇 出去给我走了 没事 所以一般来讲 有些上师确实是 非常具有智慧 包括我们世间当中 可能有些上师 遇到工人农民 有跟他共同的一些语言 如果遇到一个知识分子 跟知识分子有共同的语言 如果遇到一些具有邪知邪见的 甚至诽谤佛法的人 那么跟他也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逐渐逐渐对他们的相续 给他一种好的印象 然后觉得佛教徒应该是这样 噢 佛教看来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所以各行各业的人 或者各种心态的人都可以调伐 因此我们很多人 包括自己在内的 我们就经常缺少了 这种三巧方便方法 太过断了 太极端了 太匆忙了 有时候因为心也比较急 就是好像一件事情 马上就一句话 什么事情都是一口咬定 那这样以后 写过不一定很好 当然有个别的 有些处理问题的时候 也是不得不做这样的 但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特别心急 那这样的话是不好的 所以大家应该在以后 摄受众生也好 或者平时对社会交往 现在世间当中经常叫社交学 因为社会交往 有些人是很善巧方便的 对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能接受 有些人只能他 只有一两个人喝得弄 除此之外 跟谁都喝不弄 凡是他说话 必定会得罪 自己也不敢说话 别人也不敢接受 啊 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佛菩萨化身 他对什么样的人 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 应该引导可以趋入正道 所以他的上师 正德华智仁波切 有些金刚语言 我们想了想去的话 肯定有很长时间讲一个颂词的话 可能要解释很长时间 都是可以的 所以他的上师 的确是五等上师 在这样的五等上师座下 华智仁波切说 我是恭恭敬敬的 三门恭敬的方式来顶礼 那么这是开头的偈颂 也就是说 我们经常祈祷上师的时候 其实自己对哪一个上师 如果有信心的话 心里面观想这位上师 你觉得你的上师 真的上面是有悲心 有慈悲色素 其他罪业深重的众生 还有有善巧方便 如果有这三大特点的话 自己平时念诵的话 也为上不可的 也可以这样念诵 总的来讲 我们现在这里所讲到的引导文 就是要往生法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最好是现在还没有真正出现 四相的时候就开始修 出现四相的时候没办法 那个时候可能来不及了 我们在医院里面也好 或者说突然出现一些 真正你现在自己也发现 我肯定活不了的 多少多少个人 在你的周围已经围绕着 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就没有希望了 所有的这些病苦也好 所有的这些痛苦 全部都是自己接受 就像《入行论》里面也说了 临终明年之际 众亲虽然围绕 众亲友都是虽然围绕的 但明觉的这些痛苦 为我一人受 所有的这些 当你离开世间的时候 那种各种各样的痛苦 没办法分享给任何一个人 全部都是自己在怠受 那这样的话 这个之前我们应该 对来世有利益的 来世有意义的要修持 如果对来世有意义的修得 现在我们不是特别有兴趣的话 对临终的时候 应该要有一种法 就是往生法 或者修什么法 为什么现在我们 一般的世间人 真正当你下了病危通知书的时候 手忙脚乱了 那个时候错手不及了的确 提前做好准备 有关的教言当中也讲了 比如说一个战士 他还没有真正跟敌人迎战之前 他把所有的镰刀 镰帽 还有各种清修技艺 各种方面的技术 他首先都是应该要掌握 当他完全存熟以后 遇到了战场上的 任何一个怨恨敌人的时候 他就马上吹熟口的 马上运用自主的 我们作为修行人 当你身体健在的时候 一定要修好 这样修好以后 什么时候出现 毁坏身体的疾病也好 或者临死各种各样的思想 出现的时候 你原来所修的这些附会 完全都是跟自己跟上的 《沙罕记》里面也是说过 说是 老死之所毁 身即所殊灭 我们人死的时候 所有自己的身体也好 还有感受也好 全部都是毁灭的 那个时候 唯有失负 唯随即资粮 唯有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修的福德 所修的这些善根 就跟随自己 那么这个当中也发现 我们真正作为一个修行人 在那个时候面对 跟世间人完全是不相同的 我们为什么是 修行人经常不怕死 而从来没有修过佛法的人 这些人不管什么身份的人 有什么财富的人 但他们特别害怕死 怕死和不怕死的 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地方 我们确实是知道 当你死 每一个众生会死的 死的时候 唯有的佛法才有意义的 我们以前讲《入行论》的《佛子行》 《佛子行》的注释里面 引用过一个 嘎登派的九种死亡无常的理由 比如说 决定死亡有三个方面 死和死是不定 也是有三个理由 死的时候 唯有的正法才能有利 这个也是有三个理由 总共有九种理由 通过九种利益来知道 我们不死肯定不行的 总一定会死 死的时候是什么呢 现在谁都顶不下来 也许明天是 也许后天是 也许再过两天死 确实现在死亡特别快的 各种各样的因缘 很快的时间当中死也不知道 当你死的时候 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来应对 唯有的行持善法 这一点特别重要 因此我们现在修破亚法 修往生法 也叫做破亚法 这个法门也是往生极乐世界 最好的一种途径 在这里所讲的往生法 与密宗和显宗 结合起来的一种修法 所以在一般的往生净土法当中 也有一些比较简约的窍诀 但是没有这么细致 没有这么相信 所以这些窍诀 我们有了这样的传承以后 各位应该在身体健在的时候 都要会修一修 修完了以后 随时都是 就像你要想作战的话 你把武器准备好 准备好的时候 有时候看一下 然后有没有生修了 有没有被别人偷走了 就看一下 不一定 经常都是用 但是你到时候 完全都是可以用 同样的道理 每个人的确需要修这样的一种法门 特别重要 下面讲真实的课判 有真心往生法分三个方面 往生的分类 往生的修法 还有往生的仪轨 首先分类分五个方面 也就是说 利根者见解因之法生者往生法 中根者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 双云的保生者往生法 下根者无量大悲 化生者往生法 还有一般的普通众生 平凡者以三相者往生法 这个三相往生法 下面讲的应该比较广吧 我记得 是不是这样 我很长时间没有讲 忘了一点 然后第五个是以大悲勾造 超度往灵之往生法 通过五个方面来去说 首先是第一个 利根者见解因之法生者往生法 也就是说 这一世当中 相续当中生起了 无微真实的无我见解 并且不断地修行 传习的 而且传习的这样的人 在临终的时刻 而通过本来清净的密道 依靠法界居心的妖诀 而往生于法生界障当中 这个是非常利根者 利根者就是我们密宗的 好像我们以前讲过六种因当中 也是专门有一个法生往生法吧 这里讲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这种人当然是刚开始 需要求灌顶 修加行 依靠上师真正的 制止大圆满的教言 制止大圆满的教言以后 自己都是在自己人世的决心当中 人世决心的 发生无而无别的境界当中 有所开悟 这样的人在临终的时候 显现发心中阴或者临时中阴的时候 很快的时间当中 获得了普遍如来的境界 也可以直接地在自本经的刹土当中 现前成就 不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 这个方式一般来讲 可能有两方面 一个是在你死的时候 有一些道友或者上师 对你进行指点 提醒的 还有有一种 自己不需要依靠别人的指点 自己开始修持就马上往生 有两种 但一般来讲 不管是利根者还是顿根者 有些可能短短的时间当中 突然恨死 我们在讲六中阴的时候 专门有一种刹那往生法 这个刹那往生法 不管是利根者 顿根者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利根者 当于刹那间当中 马上想到上师 想到阿弥陀佛 想到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刹那间当中 在本来清净的法界光明当中自解脱 也有这样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利根者 而且他死的时候是逐渐逐渐舍的 比如说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些生病 那这样我们提前要发现 发现别人医生也好 或者护士也好 或者我们身边的这些人 看对自己的表情 是不是现在都是无可救药了 也可以看出了 或者通过自己的感觉 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教言里面 所讲到的四大分解的一些痛苦 那么四大分解的痛苦 自己也是发觉到 噢 现在我肯定活不了了 肯定马上都是已经不行了 可能今天不是 明天可能死吧 自己也有 不过有些人才不转 然后就给很多人说 我马上要死了 我的东西也全部供养给这个 全部供养完了以后 第二天身体就好了 自己特别伤心 因为自己当时感觉不准 东西也已经拿完了 原来我们学院那边 有几个道友也有这种情况 有些还是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一些修行 利根者都可能不会这样的 如果真的发现 自己已经要死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 最重要的是要忏悔 自己观金刚萨埵也好 或者说在上师面前 自己无始以来 尤其是这一辈子当中所造的一切罪业 我现在马上要死了 我一定要忏悔 这个是很重要 第二个要想到 我们平时自己最执著的一些财产 或者各种东西 可以进行对僧众 对僧团面前进行供养 还有自己如果有机会 比如说以前没有受过劫 这样的话 当下马上要受出家劫 居士劫 受这样的戒律 受戒律以后 如果需要别人来提醒的话 附近有一些自己的上师 得过同一个坛城当中灌顶的金刚道友 那么他们来对我进行执致 当我真的要外企中断 在那个时候旁边有一个道友 你一定要在 就像上师心底和其他的 一些中英侨句里面所讲到的那样 对自己所认识的本来面目当中 千万不要退转 一定要受持本地 受持普贤如来的本地等等 再三劝勤 劝勤之后 自己安住在这种境界而往生 如果劝勤的话 通过劝勤而在法僧节当中成就 还有有些人不需要道友 或者其他上师的提醒 自己都可以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 这样的话 相当于我们经常讲 一般在戒律临时的时候 如果有一些道友的劝勤 或者说自己以前 上师给他所传授过的这些教言 特别记得很清楚的 自己觉得确实马上要不行的话 那么通过披露七法做事 以前自己的根本上师 给自己制止的光明 空性 无二无别的 本来清净的正见 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运用 以披露七法做事 或者以顿坐的方式 安住在自己以前上师所辞典的 大圆满的 无上间接的境界当中 当你安住的时候 那么你当时所学的 道光明跟本有的极光明融入一体 最后在本来清净地发生 本境当中获得成就 所以这是一般来讲 利根者发生的往生方法 他根本不需要经过中阴 在发行中阴 一刹那间当中 都是得到成就的 莲花生大师也是说过 以前也没有对人识觉醒上面 一点传习都没有 也没有认识过的 这些人面前即使对他指点 也实际上没办法让他往生 就像是对盲人 指点舍法的形状 或者对恶狗 指点天上的信心 如何如何 他就根本反应不过来一样 对特别愚笨的人来讲 可能没有什么真实的作用 所以这是一种最上根的方法 所以这是一般来讲 有些修大圆满 而且特别根基好的 今生当中有一定的智制的一些 大成就者在这种境界当中 很快就可以往生 这种现象非常多的 这样成就的相 一般外相在整个天空当中 没有万里无云 天空特别的好 是这样的 内在的相 他的身体很长时间都不会消失 他的光泽 这样的 然后密宅 密密的相 出现红字 阿字 各种蚊子形象的一些舍利 或者在外面的不同的环境当中 出现各种蚊子相 这些都是上根者的往生方法 具体在大圆满的一些实修法当中 有往生法的修法和 往生法成就的相 还有往生法最后的 包括它一体的火化等等 这些方法在其他 大圆满的续部当中的 个别的续里面 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然后第二个是 众根者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双云 也就是说 报生者往生方法 因为刚才我们认识自己 心的本性是空性 本来清净的 发生无二无别 你已经通到了这样的境界 最后你成就的时候 也是在这种境界当中 发生光明界当中成就的 第二个 也就是说 报生的往生方法 与圣缘次第 无二愚加 极为显瘦 并且对如幻的圣者身相 具有特别纯熟的妙力的人 在临终的时刻 中阴的时候 会显现各种各样迷乱的出现 在这个迷乱出现的时候 马上认识自己的本面 然后往生于双云的智慧 他这里双云指的是 显空双云的智慧当中获得往生 这个跟刚才前面的方式 有点不同的 因为你在生前的时候 主要是修生起次第 圆满次第 比如说 修金刚萨埵 或者说 修自己的上师瑜伽 修普贤王如来 修其他的一些 包括一些比如说 释迦牟尼佛 观音菩萨等等 各种深尊的相 如幻的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 一直修过 修的时候 当你真正临终的思想出现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刚开始外戚已经断了 内戚还没有断的时候 有些上师也许可能给你指点 或者说自己如果能观想的话 自己都是可以观想 自己观想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 你现在把自己的心观想成 白色的阿兹 或者蓝色的红子 红色的狮子等等 经过宗脉上去之后 你的头顶上 梵境线上面要观想 你自己生前最有信心的本尊 比如说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或者金刚萨埃等等 或者你自己的根本上师等等 这样以后 通过我们修行 然后开始念 吼吼吼 我们念普阿的时候 吼吼吼吼吼吼吼 吼吼的时候 通过你的心事 观想白色的阿兹 比如说我们法王如意宝的 文殊大园门的后面 又把自己的心事 观想成白色的阿兹 然后经过凡信心 慢慢融入一如高的上师的心间 上师也是越来越高 最后往生极乐世界 这其实是第二种 中根者的一种修法 那么中根者的这种修法 实际上应该可以这么说 我们平时爱修深渊次第 爱修经常念金刚萨埃 你在生前的时候 你对任何本尊有很大的信心 到你凝终的时候 本尊出来迎接你 或者说本尊在你的头顶上观想 然后自己的心事 跟本尊的智慧者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时候 现空双云的八生刹土当中 马上获得成就 这是一般来讲 中根者的一种修法 中根者真正能这样的修行 当然是非常好的 但有些密法的窍诀里面 即使你在另一个临终的时候 观想得不是那么清楚的 但你在生前的时候 对自己的本尊 对自己特别有信心的上师 或者对文武百尊有一定信心的话 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获得成就 比如说你对上师 非常有信心的 然后到你死的时候 也许你因为死亡的时候 有各种恐惧 疾病和痛苦顿时出现 在那个时候可能你详细的 白色的阿子是怎么样啊 这些都是不一定有来得及 那个时候还有一种迷迷糊糊的感觉 各方面的原因 但是你对上师有很大的信心的话 在那个时候 经常出现上师 然后你对他生起一种信心的时候 就马上在清净的光明 智慧光明 双云当中获得解脱 其实有些事情 我们经常接上一些善缘的话 也可以那个时候得成就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闻解脱 文武百尊 文武百尊的这些坦卡也好 文武百尊的这些画像 包括大黄黄王的贪承 这些都是接上一个 很好的善缘的人 当你那个时候也有可能 我看到有些 乔弥仁波切的 文武百尊的贪承功德和历史里面讲到了 即使你没有得过任何观点 即使你没有得过任何传承的人 经常看到 经常听到 经常去了解 或者这样的话 他也是最后 还是获得成就的 这是莲花生大师的 特殊的一种发心 跟其他密法完全是不相同的 乔弥仁波切是这样说的 从历史上看 也是应该这样的 以前有这样的故事 有一个放牧的人 然后放牧的人 每天都是在山上放羊 然后他经常在高山上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 他好像山的中间有一座寺院 他经常自己带着口粮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 在寺院里面吃饭 吃饭的时候 他每次都是寺院的旁边 有一个墙壁下自己吃 自己吃的时候 这个墙壁上有一个壁画 这个壁画实际上是文武百尊里面的 一个愤怒的像 我们都知道 五十八个愤怒像 每个都是各种图像的 他那个图像 身体是人的身体 鹿子的这个图 是这样的 这个人每天都是 在这个箱下面吃饭 吃饭的时候他就说 好朋友 我们一起吃吧 每天都是他自己的饭的一半 放在《愤怒本尊》下面 然后自己一半吃 这样的 然后后来这个人就死了 他死了以后 当他乘中阴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 那个本尊像在他面前出现 他面前出现的时候 他在中阴的时候 因为以前已经习惯了 他说 朋友啊 你又来了 我们一起吃吧 他生起这样一个念头的时候 很快的时间当中 马上得成就了 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起来 大家不要生邪见 还有一个故事 也是这样说的 有一个老人经常过一个寺院 过路 在这个时候 寺院里面的僧人念经 念经的时候 经常在他的耳边传出一个声音 但这个声音就是说 头是猪母鸟的头 身体是人的身体 手里拉着弓箭 身体发出光芒 这样的本尊面前 恭敬 顶礼 祈祷 有一次生人 好像他每一次都是遇到这个声音 遇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那个老人经常想 怎么会是这样 人的身体 头是猪母鸟的头 手上拉着弓箭 身体发光 到底如果真的有这么样的动物 那多么好啊 我也是应该好好地顶礼他 他经常日思夜想 一直想着 特别有向往的心 但后来他死的时候 他也在中阴的时候 也一直在口里面送 心里面也在想 在那个时候 先见本尊 然后马上在自仙界当中 其实在发现中阴真正显现的时候 其实这个是很快的一种现象 所以我们一般不认识 从来对中阴法门 没有什么结上善缘的人 这里有个什么动物 这里有个怪怪的 他就这样的 但如果你对他 你所有的本尊 结上善缘就更不用说了 对个别的一些本尊 结上这样一个善缘的功德 也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以前也是 在课堂上经常讲过 就是我们这个大黄王贪承 上面是愤怒本尊都是没有 按理来讲 还要做一个愤怒本尊的贪承 有些贪承 上面是愤怒本尊 下面是寂静本尊 但是我们好像里面 里面有没有一个愤怒本尊啊 这里面是不是放了一些 好像没有吧 这个是寂静本尊的贪承 所以我们在大黄王有些密宗的续部里面说 仅仅是从外面看到这种佛塔 看到这种贪承的像 也能夺得成功德非常大的 同时我们经常看到一些 文物本尊的像 然后在这样的时候 自己祈祷 当然每一个文物百尊 其实我们的分别念 显现不同的各种像 但是我们世间人对密法的知识 特别欠缺的人 好像觉得这里好多动物园一样 特别多 可能参生邪见都不知道 但实际上这是我们死的时候 每个众生的根机不同 在你面前显现种种 当你显现种种像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是无不佛的现象 如果显现寂静的话 它是寂静本尊 显现愤怒就是愤怒本尊 当你一刹那间这样一想的时候 所有的贪承痴马上消失 在这个时候获得成就 这是一般来讲 我们讲的是中根者的往生法 如果中根者真是成就的话 那么就是外向 人死了以后的外向 一般来讲 外面整个山 房子的住处 各方面都是用彩虹 或者是彩虹阴绕 有很多外向也是这样的 内向它的鼻子里面 出现白菩提和红菩提 也有这种现象 秘密的像出现五种舍利等等 有各种比较特有的成就像 就是成就像 那么这是我们在这里讲的 中根者的往生方法 下根者是无量大败 化身者往生法 也就是说 获得密宗的成熟灌顶 没有染上破誓言的过失 对生起此地和圆满此地 具有圣戒心 圣戒就是有一定的理解 有一定的不敢说很高的境界 但是很稳固的一些见解 并且拥有中阴窍诀的这样的人 通过注射不清净的台门 专门观修红字 注射台门 依靠大悲心的牵引和 转化化身道用的往生方法 而往生清净刹土 正如中阴闻解脱的颂词里面也讲了 封闭台门 当一有几戒 一定要封闭台门 一定要想起了所有的 寂静本尊和 还有上师的窍诀 需要精进 尽管制意识 在那个时候 当你出现各种各样的 选择台门 选择你的刹土等等 在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观清净心 所有的这些 包括你当时所看见的 什么蓝鱼双鱼 这些想的时候 一定要想着 上师夫妇夫门或者说 一些清净的刹土等等 由这样来想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 下根者吧 下根者一般是 你最后真的知道了自己没有希望了 在这个时候 一般好像 莲花生大师的《中阴窍诀》里面 自己都是在自己的前面 观想释迦牟尼佛 或者观音菩萨 莲花生大师 或者自己的阿弥陀佛 以及自己的根本上师 善知识都可以 如果有真正的上师观想 能观想的能力 如果没有观想的能力 在自己我握着的前面 放着一些像 放着一些阿弥陀佛的像 或者说上师的像 然后自己就发愿 我这次一定会离开这个世间 那离开这个世间 我一定要 不能堕落到地狱 饿鬼 旁生当中 不能堕落 一定要往生清净的刹土 往生清净的刹土的话 依靠上师三宝的加持 我这次一定要选择好的刹土 然后把自己的心观想明天 也是同样的观想一个明点 从闭空当中出来 这个明点出来融入你 前面观想的阿弥陀佛也好 或者是上师也好 融入他的心间 那这样也是同样的 念后啊 后啊 有些上师 我刚才讲了 在我们原来也讲过 很多大成就者往生的方法吧 那么有些念后 最后头顶上出现一些瑞相 然后从头顶而往生 这是中根者的 有些从闭空 自己的心事出来 融入本尊的心 那么这也是一种成就的相 那么这个成就的话 一般来讲外相的话 好像刚才我们讲到的是 我刚才可能稍微 中根者内在的成就相 在头顶上出现黄水 出现一些比如说血液 出现黄水 这样的 不是鼻子里面 应该下根者是在鼻子里面 出现红菩提和白菩提 应该是这样 我刚才稍微可能说错了一点 那么它的外相在虚空当中 出现像鲜花一样的 或者像哈达一样的 像特别好的一些 在空中有各种各样的云彩 有很好的云彩 这是外相 内相的话 鼻子里面出现白色 红色的菩提 那个密相 密密的相 出现很细微的舍利 不是五种舍利 很细微的 很多很多的舍利 还有整个头盖骨 或者有些心脏 整个身体里面的部分 骨头也好 肉也好 这些都是不会烧坏的 也有这种相 这是一般来讲下根者 下根者的往生方法 也是在其他的教言里面 也是讲得比较清楚的 这是他化身的 也可以说也是来到这个世界 会利益众生的 也可以这么说吧 我们现在所有的一些 所谓真正的一些 比如说他是什么什么的化身 那么指的是应该下根者 当时他特意想利益众生 那利益众生的话 他不愿意在清净的刹土当中 或者是本尊的本体当中 实现成就 应该是在我们的娑婆世界 化化众生当中 他当时临死的时候也会发言 我一定显得我的心是 调达释迦牟尼佛的心中 将来就变成化身 来到这个世界 如果你想有智慧的人 自己的心观想为得者 如果你自己有弘化力生的能力 要变成弘者 如果你想有悲心 来度化众生 那么变成狮子 在那个时候 也有这样的观想方法 这方面我们的上师心底和 还有其他的一些教言里面 讲得比较细致 其实我们很多人 现在世间人们是什么样呢 每天都是为了活着而想 我怎么样挣钱 我怎么样买房子 怎么样买车 怎么样交朋友 怎么样发财 他每天都是熙熙攘攘的这些人 每天都是想着这样的 但他不想 我要在死的时候看怎么样 我死完了以后 我的灵魂 怎么样去度化众生 这方面都是觉得 这是天法业堂 人到底有没有来世 都不知道 即使有的话 那到时候再说吧 所以现在很多人们 的确也是很愚昧的 但其实我们上等者和中等者的 这种法身和保身的往生法 当然有一定的难度 但最后的这个也不是特别的 应该在那个时候 如果有了这种法性 尤其是有利益众生的法性的话 应该是在那个时候 可以显出来自己的特长 我昨前天看到有一个道友 他在天表里面 我们专门有一个特长是什么 讲考班里面 我看到有一个道友 他说我的特长是利益众生 这样当然是很好的 利益众生有特长的话 那死的时候肯定也会发愿 特长是利益众生 所以没事 只有我看见 其他人不一定看见 这个道友 脸色都开始红起来了 没事 你感谢的话 也应该没事 所以我们这个 《化身往生法》 你们也方便的时候 看看《中阴法门》 里面主要是 发愿将来利益众生 这个是往生法的第三个 第四个 平凡者具善想的往生法 也就是说 一般普通的人依靠 宗脉作为道路向 然后自己的心识明点 作为旅客向 清净极乐刹土作为取出向 这是我们后面还会讲的 那么这个一般来讲 比如说人死的时候 最一般的平凡在《中阴法门》那边 要求也不是很高的 我们后面还讲的 往生极乐世界的 这个是基本上 显宗的净土法当中也是有的 自己的心识 像旅客一样沿着中脉 沿着土顶 然后往生到清净刹土 清净刹土极乐世界的话 就像想着自己的去除 通过比如说道友的指点 念佛 或者自己的一些观想 往生极乐世界 如果实在是没有这种能力的话 莲花生大师也说了 当我们临终的时候 如果旁边个别人 给你念观音菩萨的神号 或者阿弥陀佛的神号 这个人不会堕入三恶道当中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还有《中阴法门》当中讲过了 说是如果有些临终 自己能念当然是最好的 如果自己实在不能念的话 念《喇嘛宝吉如来》 如果我们这样念一遍 因为宝吉如来的前世 多生累劫的发愿力 这个众生不会堕入恶趣当中 其实这个也很重要 我们看到不管是人 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众生 看他在真正挣扎 死亡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去给他念破 或者超度 这些不一定有能力 但是你到那里去念几遍 或者说《圣大解脱经》里面 所讲的 要顶礼三宝的偈颂 也说是不会堕入恶趣的当中 或者莲花生大师说 如果我们人死 其他的什么都不能做 只是把游身往下下握 然后头往白方 朝白方 这样而断气的话 这种人也是 因为释迦牟尼佛涅潘的时候 以这种方式来圆寂的 所以以这个缘起 不会堕入恶趣当中 其实这些方法 我相信因果的人 我们在身边的一些道友 身边的一些可怜的人 当他离开的时候 我们如果自己有机会 自己有能力 与他结上善缘的话 应该实行 这其实也是下根者也好 平凡者的一种往生方法 这些都是我们上面 当然后面的这一个修法 可能后面还会讲的 所以我在这里不光说 不光说 后面具有殊胜 第五个说 以大悲勾照 亡灵的超度法 往生法 这个是具有殊胜证悟的 境界调柔的 还有了知 中阴身心相续的瑜伽式 可以超度其他临终者 或者是中阴身往生 真正有一些证悟的 有一些境界的 那么这样的瑜伽式 这样的修行人 他超度别人是非常合理的 本来超度亡灵 必须是获得了见到的菩萨 密拉日巴前面也这样 不是密拉日巴 华智仁波切前面也讲过 一般来讲 超度亡人的话 一地菩萨的人才可以的 密拉日巴尊者也说了 尚未倾度见到第一 切莫超度诸亡灵 你没有得到见到第一地菩萨的境界 千万不要到那边去 凡是看见一个尸体的时候 马上去 啪哒啪哒 这样不一定是对别人有利的 我们藏地经常也看到 一地菩萨比较多了 你看 九母每天中午都是有这么多 啪哒啪哒啪哒啪 咱们都是第一地菩萨都想着 超度亡灵最佳的时刻 但是华智仁波切开玩笑 下面还是有一些分析 他并没有要求 还是对亡灵是有利的 只是严格来讲的 严格来讲是应该这样的 超度亡灵最佳的时刻是什么呢 临终者外戚已经中断了 内戚还没有断的那个时候 我们前面也是讲过 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遇到这个时候 有这样的确定性的时候 那么请稍稍数量往生窍诀的人 作往生意识 也绝对是受益匪浅的 你看 华智仁波切讲 如果真的能 他的灵魂超度 当然是需要一地菩萨 但是如果你一地菩萨实在是找不到 然后终于亡灵的话 外戚也断了 内戚也还没有断 正在那个时候 如果我们念往生意诡 肯定有利 而且也能够避免 偷生到恶趣处 如果我们跟他念超度 不会他偷生到恶趣当中去 就像刚刚出发上路的旅客 很容易被其他的优伴 可以转变一样的 让他马上出遍的话 路边有一个人 我带你去 这样的话 本来他也是到那里去的 如果有一个带路的人 这个旅客很容易改变 我们经常在这里 旅客也是有很多人 包括有些小孩子 都是你 大大大 我这里来 我家里来 来 我把你背包 我来背 很多有智慧的人都是跟着一些 几岁的小孩子 跟着他家去了 所以上路的旅客 一般被其他人容易转变 想法 如果身心已经脱离了以后 超度往灵 往往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完全已经脱离了 那这样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超度这样的中阴身 必须是对中阴 如果真的要 身心离开了 那么这样 对中阴境界撩柔之掌 身心已经获得自在的人 如果你真的 人已经死完了 人已经死完了以后 你要超度的话 那么这个超度人 肯定是要有一定的境界的人才可以的 当然 如果这样的一个愚家士 那么已经离开了 血肉之躯的中阴身 依靠他的超度 外缘也可以转变 处在中阴的往灵作往生意识 主能将他的身世送到清净刹土 有一些修行境界非常不错的人 对他的灵魂可以构造 虽然藏地的有些仪轨法当中 专门勾造 他的灵魂勾造在他的灵牌上 然后进行超度 那么有些专门有一个勾造仪轨 这样念的时候 确实有些上师 非常不错的人可以完全勾造以后 可以念诵 以前《华智仁波切略传》里面 也是有这样的 华智仁波切经常是自己 有一种游客生 这样的方式来经常去 别人也不认识他 有一次去了 一个人家里的母亲刚刚去世了 然后请了一个当地 特别有迷惘的上师 然后这个上师 开始给他的灵魂进行超度 然后他坐在一个高高的法座上面 他下面他带的侍者 这个侍者很有悲心 华智仁波切也刚好到他们 他是一般的 普通出家人的身份来去的 他就坐在他们帐篷的角落上 那个上师在那边开始念仪轨 然后华智仁波切 用他的智慧来观察 这个上师到底在想什么 结果上师一边 表面上看起来 他很好听的一个声音 来念诵往生仪轨 但他心里面想 我今天超度完了以后 他们家里有一个 特别好的黑色的马 这个马会不会供养给我啊 他一边心里面想着这匹马 然后开始进行超度念仪轨 那个时候中阴神 亡灵他用中阴的他心通发现了 对上师生起极大的邪见 他远远地避开 华智仁波切再观察 他的那个侍者在想什么 这个侍者对中阴的众生生起极大的悲悲心 对他一心一意地 念金刚语的仪轨 中阴神很远的地方 有听到那个侍者 给他用悲心引发的仪轨 念诵的时候又开始回来了 但是这个侍者没有能力超度 虽然他勾照了 已经回来了 没有能力超度 当时华智仁波切很想施超度 但是因为对他没有结上善缘 他们家里对他没有结上善缘 一般来讲需要有一种 至少也是有一种无品的结缘 然后他就马上跟施主说了 可不可以给我吃一点饭 我很饿了 但是施主口气都比较硬 说我们的大圣士 还没有念完超度仪轨的话 你这个小圣人在那儿 给什么吃的 完了佛教仪式 完了以后再给你吃 完了以后 他超度仪轨已经完了 果然是给大喇嘛 供养了黑色的那一匹马 然后供养了他 对刚才具有悲心的小圣人 他的使者 供养一个黑色的牛皮 一个小牛的牛皮 以前藏地一些小牛的牛皮 经常做衣服 不过现在大城市里面 有些很有钱的姑娘 也是穿牛皮 往外面都是 好像以前藏地 特别穷的那些人穿的 华智仁波切给他们两个 已经供养完了 供养完了以后 华智仁波切得了一碗蒜奶 然后他得完蒜奶以后 以这个因缘 马上默默地念超度仪轨 结果亡灵的灵魂 真的已经脱网 紧紧刹土了 完了以后 他一边笑着 一边自言自语说 就是说 贪欲上师 得一瓶黑马 大悲失者得一张牛皮 超度亡者得一碗蒜奶 他就说了这样的一个句说 否则 这种人可以 像华智仁波切 像这样都可以 否则认为人死了以后 再将他的生死勾回到远处 身体上做超度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事宜的 对一般普通的人 对一般的人来讲 确实是很难困难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 有个叫江阳下巴的上师 他有一次遇到一个恒死两个姑娘的灵魂 他去超度 他超度的时候 先刚开始的时候念一些仪轨 后来好像就不念仪轨了 马上唱一些草原上 比较流行的一个情歌 一般藏地的传统当中 人死了以后 大家都是不能欢笑 唱歌跳舞 这些都不允许 他的使者们很紧张 他们家的人死了 然后上师开始唱流行歌 而且当时他们都不理解 完了以后 上师唱了很长时间的流行歌以后 再做一个超度仪式 勉强已经发会结束了 后来他的使者们问 为什么你今天这样 后来江阳下巴上师说道可怜 这两个女孩子 以前在生前的时候 对唱歌非常喜爱 非常有名的歌手 所以到了中阴阶的时候 她就四处都贪恋着一些歌声 我怎么样超度 我怎么样勾招的话 灵魂都根本没有办法 所以我只好先唱这种情歌 唱情歌的时候 一般上师的声音也特别好 然后这两个中阴神 稍微开始转注 一转注的时候 开始头中说话 然后马上超度了 所以这也是一些大成就者 通过这种方式 也是把人的灵魂已经离开了 但是他通过一种勾招 或者一种方法 让他超度 这样的方式和历史应该是有的 一般人来讲 确实是离开了这个身心以后 华智仁波及前面也讲了 身世像野狗一样 漂泊在中阴的时候 一般的人很难找回来的 但是当然我们如果悲心 用对复活菩萨的一种信心 来给他念佛 或者超度 念一些阿弥陀佛的名号 咒语 这些是对王林必定会有利的 刚才也是那个喇嘛的使者 他用悲心来念仪轨 那中阴神者就已经回来了 至少回来也是很好的 就是我们实在是不能超度 也是让他不要生邪见了 不要让他漂泊于善恶趣当中 如果他回来的话 依靠僧众的加持力 依靠诸佛菩萨的不变的加持力 也可以有机会 往生极乐清净刹土 所以不仅仅是我们超度 我们当中阴神的时候 我们离开这个时候 有没有缘分 别人来给你念仅 如果有的话 自己那个时候也是想 哦 我现在应该变成中阴神了 按照仪轨里面 所讲到的这些意识 我自己的心事 也应该很快地前往清净刹土 这样一想的时候 上师原来也讲过 中阴神的身心很容易 想到哪里去就可以 想到哪里去的 不像我们身体一样 我们身体想去的时候 有时候是有心力不足 有一定的困难 但中阴的时候 完全是不相同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也是在一方面 以后给别人念经的时候 要清净地念 尽量地这样 同时自己 以后变成亡人的时候也是 中阴神是有他心痛的 有各种心态的 比我们现在的九百亚还聪明 在那个时候 自己也应该想到 生前的这些窍诀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是谢谢了 我 一定要持续中国的 宗教学 他要看你 我们会有想到一场 sobre了销售 自己把联系的发动 在未经这样的一场 子在感觉 像我多么然安全的 你能有很多胜水 在未经常的法律上面 我身体在感觉 我身体中 산法律 我身体中的感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